8月底,凯创光电东外环智能LED路灯项目完成全部立杆安装工作。 据了解,本次施工的智能路灯项目共125盏,灯具采用180瓦Q3加款LED路灯灯头,灯杆高11米,全部采用试电驱动。 据凯创光电智能路灯技术负责人李刚介绍。 这是凯创光电自主研发的物联网智能路灯后盖,在林兹区东外环智能路灯项目中采用的就是磁盘路灯后盖,它采用的是电力载锅技术,主要有以下功能。 一,它可以对路灯进行实时监控,如果路灯出现故障,它可以从后台上位机中直接显示这个故障信息。 第二,直接可以从地图上显示每盏路灯的位置,显示路灯的亮灯情况。 三,它可以对单灯进行控制,进行调光,进行时间段的,不同时间段的控制。 第四,它可以进行春夏秋冬不同季节,自动调节夜晚的亮灯时间。 现在,本项目已进入灯干微调阶段,将于近期接电视运营。 阿根廷布伊诺斯爱丽丝国际照明及建筑展览会始于1987年,两年一届,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,成为南美举足轻重的展览会。 今年的阿根廷国际照明展,将于9月中旬如期举办。 预计参展商将达到300家,参观人数超过3万人。 山东凯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,今年即参加巴西、智利、巴拿马、壁鲁展会之后,将再次远赴阿根廷参加展会。 欢迎广大客户,力临展位参观指导。 展位号3A34,参展时间2017年9月13日至15日下午1点至8点,9月16日上午10点至晚上8点。 感谢收看凯创新闻,凯创期待与各界朋友共谋发展。 了解更多资讯,请登陆凯创官方网站或关注凯创微信服务号。 我们下周再见。